很多人都喜欢小猫小狗 但并不是所有喜欢宠物的人都具备养宠物的条件 日前美国纽约的一家动物收养所引进了一台新的机器 它能够让那些不能养猫的爱猫者 通过网络就能够陪店里的宠物猫一起游戏 猫好像永远有充沛的经历 正是这种活泼好动的性格和灵力专注的样子 让猫咪成为许多家庭的宠物 您现在看到的这些可爱的小猫 都是来自纽约的一家慈善宠物收养所 而这台不知疲倦一直陪着它们玩的机器 也是店里的一大特色 事实上这台机器上的逗猫棒 都是通过电脑软件来控制的 人们可以登陆这家宠物收养所的网站 用鼠标来控制逗猫棒 然后就可以通过摄像头 看到小猫游戏时的可爱样子了 这种吸引的方式 也吸引了全球各地许多宠物爱好者 这台机器投入使用刚刚一周 就有超过2000名网友前来使用 其中最远的访问者来自亚洲 由于网站的访问量不断增加 这家宠物收养所 也不得不将每个网友 与小猫一起游戏的时间 限制在两分钟以内 不过无论是谁在遥控动猫棒 其他网友都可以通过摄像头 传回的画面 看到小猫游戏时可爱的样子 目前这种遥控装置 也向个人用户出手 让那些经常在外 没有时间陪自己宠物的主人们 能通过网络 给独自在家的小猫小狗 带去快乐 这种中文字是唐语 这种语言语 这是语言语 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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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